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款数据线的评测和拆解的视频 就是这一款小米家新出品的一个6A的双Type-C口高速编织线 这个是咱们刚刚拿到货的一个小米的这个线 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咱们频道已经开通了商品的橱窗功能 如果有需要购买这些产品的 可以在咱们橱窗里面去看一下 有需要的可以下单支持一个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这一款小米新出品的一个C2C的数据线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根数据线的包装盒 这上面6A Type-C高速编织数据线 这是小米的标识数据线的实拍图片 整个包装盒是非常简洁的一种设计 这里是规格信息 这上面有USB3.1跟2的一个传输数据的规格 数据线尺寸就是1米正负20毫米 这是厂家信息条码信息 盒子里面有一个保修说明 数据线装在一个环保CBE材质的一个袋子里面 拿到这个数据线第一感觉就是很粗啊 附赠了一根魔术扎带用来收纳数据线用的 用料很扎实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么粗的线整体的话要稍微偏硬一点 应该这种材质用着用着它就会软下来 也是采用的一种编织的数据线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编织网的一个细节 非常深密的一种编织网 标签信息写着小米高速编织数据线 背面的话就是一个二维码信息 循环使用10年 数据线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67.2克 单线材的重量也就是50.1克 也就是50克吧 数据线的户套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品牌标识的 有铝合金材质包裹 护道长度33.7毫米 数据线的直径直接达到5.85毫米 我拿到了这根数据线的长度 也就是说一米多了三厘米 这个数据线拿在手上就是一种很粗 很扎实的一种感觉 用料好不好 我们进入测试环节 我们用工具读取内部的eMarker芯片的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方案的话是采用了小米的方案 供电能力20伏5A 也就是100瓦 数据规格的话就是USB3.2 USB4跟2 最高的话是20kbps 这下面就是数据线的版本信息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凯尔文线组法来测试一下 这根数据线的线组 一米长的数据线 它的线组85毫欧左右 这根数据线的实际传输速度 我们还是用这个奥瑞科的 20kbps的一个硬盘盒来测试 我们用测试软件测试出来 它的实际速度 读取速度可以达到2068 写入速度1091 这个数据线的数据 符合一个20kbps传输速率的一个数据线 实际传输文件的话 我们复制一个10.4Gbps的一个文件 传输到这个硬盘盒里面 它最高的峰值速度 可以达到1Gbps每秒 20多秒钟时间 就把这个文件传进来了 这个速度是符合20kbps 一个传输的速度的 充电测试 我们用这个库代科的15号充电头 来测试它的实际的传输功率 可以顺利的启动100瓦的功率 20伏5Apd100瓦 它启动不了140瓦 实际功率的话 90瓦左右 我们现在就是测试这一根数据线的一个压降值的情况 现在是5伏1A 压降值的话是0.09 5伏3Ap的压降值0.27 9伏1Ap的压降值也是0.09的样子 9伏3Ap的压降值0.27 15伏1Ap的压降值0.09伏 15伏3Ap的压降值一样的0.27 20伏1Ap的压降值0.09伏 20伏3Ap的压降值0.27伏 压降值非常不错 测试100瓦功率 这边25Ap 100瓦功率 这边就是98瓦功率 丢失功率的话只有2瓦 这个线的压降值低 所以说丢失的功率就比较少 测试部分的各项数据咱们都测完了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线拆开 我们来看一下这根线内部的用料的情况 把这个铝合金的护套给它切掉 切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用撬棒把它撬开 用钳子把它取下来 这就是护套 这就是护套的塑料部分 同样的把它切掉 切开以后我们把它直接剪掉 正规品牌的数据线都有钢套进行保护 我们现在就是切开两个保护钢套上面所有的焊点 基本上从一个数据线的拆解过程 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线的做工情况 这钢套上面还有焊锡 焊住的 这是钢套 这是另外一头的一个钢套 钢套切开以后 里面还有胶啊 清理掉上面的胶水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颗E-Marker芯片 然后这边有一颗电容 背面屏蔽网的同时 有单独的焊接 这个就是为了传输数据的时候抗干扰 黑色的数据线固定支架 每根数据线全部都固定在这个支架上面 防止数据线松动 这就是这个数据线内部的一个E-Marker芯片 它的私信型号3217BA 小米公司定制的一颗E-Marker芯片 因为它要支持小米的私有协议 所以说这个芯片的资料没有对外公开 然后我们就直接切开这个线 让大家看看它的横截面 做工非常扎实的一根线 大家看一下它的横截面 内部用料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已经把编织网都拿下来了 它竟然还没有散开 所以说这个编织网的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割开这个数据线的外皮 这就是这根数据线的外皮 这就是它内部的一个屏蔽网 做工也是非常到位的 很亮的细胞线的铜丝 非常的密 这一层就是内部的屏蔽铝箔 这是五根抗拉纤维做成的纤维笋子 这个起到抗拉作用的 这一根单独的线烂 应该是数据线的一个负极线烂 这四根就是数据传输线烂 这单独的这一根红线 这个是电力传输线烂 然后这里还有五根 外部有屏蔽铝箔包住的五根线烂 我们也把它打开看一下 咱们花了点时间 把这线全部都拨开了 这个线做工很复杂的 这一根红色的比较粗的一根线烂 就是这根线的正极电流传输线烂 USB3.0以上的 它需要六根数据线 这六根就是它的数据传输线烂 内部有抗拉纤维 一共六根有两根是被这个屏蔽层 和塑料保护层保护着 然后这四根就是负责传输 视频用的组合式的一个线烂 它每一根线烂都有三根线组成 有两根绝线线 还有一根裸露的一个细胞线 我看了一下接口定义 这根线是作为负极电流传输用的 我们刚开始拆开的时候 以为负极只有这么一根细的线 不是的 这里还有四根负极线 包裹在这个铝箔里面 传输视频用的线烂内部的线芯 是用的无氧铜的铜丝 每一组线烂是由三根线搅合而成 很难拆的 拆了半天 我们把这几根裸露的线搅合在一起 这就是这个充电线的一根负极电流传输线烂 这个是它的正极电流传输线烂 它的线组低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线都是很粗的 这就是这一根小米6A C2C的数据线 它的内部所有的用料的情况 还有各种测试数据 做工怎么样 数据线好不好 各位老铁你们说的算 这一根100瓦的C2C的数据线 经过我们测拆 特别是它的线组 只有85毫欧 然后它的传输数据的话 10GB的文件 只用了20多秒时间就传完了 峰值的传输速度 可以达到1GB每秒 就得益于它内部的用料 然后这颗一马克芯片的话 为小米公司定制的一个一马克芯片 我们在网上是找不到资料的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我们后续还会带来更多的 充电设备和数码设备的测试和拆解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